河北省石家庄在1994年发生了一起奸杀案 当地的公安在当年逮捕的嫌犯聂树斌已经被执行死刑 但是没有想到10年之后 有另一位连续性侵犯王淑金出面攻称 他才是真正的凶手 但是王淑金的自白却遭到了检察院否定 说他的认罪无效不能够翻案 1994年8月石家庄西郊发生一起强奸杀人案 当时未满21岁的聂淑斌被警方认定为犯罪嫌疑人 1995年4月被执行死刑 但在2005年 王淑金在河南主动向警方公署曾强奸多名妇女并杀死4人 其中包括一起1994年石家庄西郊玉米地坚杀案 但法院2007年一审判决时 检方并没有起诉他这项罪行 王淑金不服提起上诉 今年是王淑金案二审的再次开庭 在当天的庭审中 王淑金向法庭陈述了玉米地坚杀案的作案过程 而他的辩护律师也表示 大量证据显示正是王淑金坚杀了受害人康某 可是河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员答辩认为 王淑金的上诉理由不成立 坚杀案并非王淑金所为 唐吉田台表示 一个案件拖了八年之久 对当事人、当事人家属以及受害者家属来讲都是不公平的 而且官方不负责任的态度 对于他们自身的形象都起到败坏的作用 新厂人记者天津丁宁采访报道 登場 报道